为了证明日本核废水的安全 身为韩国总理 竟然愿意喝日本首相不敢喝的核废水 并且还要求议员给他空运过来 针对于日本核废水排放 韩国民众都像韩国总理 这么乐观吗 然而韩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据却显示 核废水中的放射性物质含量严重超标 韩国政府为什么要打自己总理的脸面 那么话不都是继续咱们大韩民国系列 来嘿嘿 韩国政坛的新特色 敢喝核废水 但韩国总理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6月12日 韩国国务总理韩德珠在国会接受质询 那场面比韩国年度西部大戏还要精彩 当天在面对议员 总理认为喝福岛核污染水也没问题吗 的洗力提问时 他淡定的表示 如果福岛核污染水处理完全科学 符合我们的标准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标准 放射性船的浓度不高于1万贝克勒尔每升 那么我可以喝 先生如此大意 感动的议员直接就表示 要立刻空运点核废水给总理尝尝 而韩德珠呢 也是相当的吼得珠 当场就表示 可以 韩德珠嗓 有事你是真上 也没听说韩国总理现在已经进化到 自带日本核废水人体处理器了呀 在韩国总理宣布 愿意喝日本首相不愿意喝的核废水 当天 韩国民众正在针对于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行为 发动了全国范围阵的抗议 表示自己适次反对 这些人中啊 最激烈的就是渔民 他们呢 远没有自己的总理这么乐观 说实话 相比于相信日本的核废水对人体没有伤害 他们还是更愿意相信自己汉长的庄亚水 以及印度恒河的正水 更何况就韩国政府自己6月15日与16日公布的调查结论而言 我觉得韩国政府他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韩国国务调整室第一次长朴购然在15日表示 福岛核污水即使经过处理污染数值依旧超过2万倍 另外呢 经过韩国官方检测 福岛核污水中放射性物质撕的量 即使是按照日本自己的低标准值 也依旧是严重超标 按照韩国自己的标准呢 撕的含量也是标准值的两倍还要多 而且 根据日本媒体自己报道 近期在福岛海域捕获的石板鱼经过检测 鱼体内的放射性物质4 依旧达到了标准值的180倍 这种消息一出来 韩国人民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事情就更加反对了 韩民族日报在16日更是直接表示 日本在排放核废水的时候 把他们的良心也顺便排了出去 不得不说 韩国人在形容这方面相当的有天赋 除此之外呢 当韩德铸丧发表完自己大胆的言论之后 韩国最大的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李在明 也于15日表示 如果这个核废水是安全的 那为什么日本不把这个水留着自己 又让全日本民众一起享用 而是要便宜的大海和韩国呢 所以希望日本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如果周边国家都说它不安全 日本也没有必要再说它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呢 他还希望韩国政府可以堂堂正正的和日本展开外交工作 所以韩国政府应该敦促日本 把那些水都自己流流 而不是让自己的总理成为日本的代言人 韩国呢终于算是有点能入耳的话传出来了 可事实的真相就是 韩国可以是美国的韩国 是日本的韩国 但就不是韩国自己的韩国 不过呢李战铭同志不用担心 韩德铸呢还是你们韩国自己的代言人 虽然严防辐射这可真是老谣言了 但是在得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于6月12日宣布 开始试运行辅导核电站核污水排海设施后 韩国的民众依旧很恐慌的抢言 毕竟现在日本说是暂时使用清水替代核废水 但是谁知道他们真实用的是什么呢 反正呢日本人的良心也快丢掉了 所以说实际上针对于日本排放核废水这个事情呢 整个韩国基本上只有以亲日先锋引锡月为首 以河水大将韩德铸为辅的政府同意 但是你说韩国政府同意吧 他们呢却公布了最真实的数据 引发了韩国人民的恐慌 所以呢对此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韩国你不能是在演吧 表面上政府积极亲日 作为一个海域与日本相邻的国家 他们允许日本排放核废水 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故意公布最真实的数据 引发民情民意 最后呢政府以抵抗不住民间舆论为由 也开始谴责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行为 而且韩国海洋水产部的官员 宋向根也在16日表示 因为韩国民众反对的声音太过于强烈 所以在日本不能证明辅导水产品的安全性之前 韩国是不会解除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的 哎呀韩国呀 你要是这么搞曲线救国的话 那为了成就这番事业而牺牲自我的喝水大将 真是配想太妙啊 而不是韩德祝桑之前在江湖上的形象一直是办事不老 我也就差一点替韩国说服了我自己 能说出这么疯狂的言论呢 这位总理在韩国政坛也是相当有自己的特色 去年万圣节的时候 韩国离开院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 造成了上百人死亡 当时华盛顿邮报还把这场事故称之为 21世纪发生的第九大踩踏事故 韩国总统尹旭也发表了电视讲话 并且宣布全国哀悼 首尔市长甚至直接在人前痛哭流涕 表示自己的责任实在是太重大了 而我们的韩德祝桑啊 却在这期间因为他的幽默被骂上了热搜 作为大韩民国的总理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韩德祝肯定是要出面的 于是在事发的三天后 也就是当地时间11月1日 他与首尔主持召开了 离他院踩踏事故外媒记者会 但是在这么严肃的会议上 韩德祝先生不仅时不时的露出笑容 与外国媒体记者开玩笑 而且还开了两次 让现场的记者都笑出了声的同时 他也因为他的嬉皮笑脸 被韩国网友给骂出了声 第二天韩国国务总理秘书士就称 韩德祝为他自己的言论向大家道歉 结果根据韩国国民日报的报道 韩德祝就在12月19日 准备前往离他院事故遇难者调研现场 举行调研活动 结果他刚去 就找到了现场遇难者家属们的抵抗 并且遇难者家属们表示 自己要的是政府的道歉 总统的道歉 所以请你这个总理赶紧走 于是听话的韩德祝说了句 值得了 辛苦了之后 真就转身就走了 并且韩玉妹着急去马路对面坐车走 一不小心还闯了个红灯 被现场的媒体给拍下来了 媒体将市民发出去之后 不出意料韩国的网友们又怒了 他们认为他身为大韩民国的总理 都能如此不遵守交通法 是准备现身说法呗 而且身为总理竟然还和自己的国民脑脾气 那真是低级 所以说韩国总理作为如此猛将 我不相信他当时说出那样的话 只是为了演戏 毕竟直到现在 韩国还在太平洋沿岸国家 向国际法庭起诉日本的这件事情上 保持沉默呢 行了 咱们下期大韩民国再见